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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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谷坑滿滿的鳳梨 這是詹老闆一天的開始 為了煮出又香又好喝的水果茶 老闆詹鳳根從挑選鳳梨到擺攤都一手包辦 我們盡量挑不要這個葉子不要太大 我要大顆一點 搬人家拿去賣他說整顆蹭嘛 價錢都算了啊 我這個都沒有用啊 剛開始也不好啊 一天賣個二十杯 常常做不好人就多幸啊 就不想去啊 有一些客人都會問啊 他說沒來啊 出個茶很好很好喝啊 後來就仔細一直做一直做 客人他會跟朋友講啊 介紹人來喝啊慢慢慢慢來進步 一直做到後來然後從兩鍋 鍋子四鍋八鍋 現在最多都弄到三十鍋 對於水果茶的製作 詹老闆從不馬虎 從原料的把關到衛生問題都相當重視 譬如說抹布我們擦桌子一定是另外一條 擦桌子擦杯子的不能同一條 每天回去就像洗衣服 洗衣服一樣啊 衛生一定要注意啊 一個禮拜要六十幾里 會去到樓 融合在地好滋味 老闆經營了二十幾年的水果茶 受到當地人的喜愛 來自顧客的鼓勵讓老闆更有動力 像老闆他好幾年了 跟他拿好幾年了 後來有一次去夜市找我 喝了一杯之後每個禮拜都去 好喝的水果茶 不僅讓顧客流連忘返 更吸引了一批想要加盟的業者 但詹老闆層層把關 堅持品質 不隨意開放加盟 昨天有一個來問啊 我會說 我如果說隨便放 有的要加盟就放 要加盟以後 做不起來我也擔心啊 做這個很累 像有一個工讀生 他司機 校車司機 比我年紀比我大五十幾歲 快六十 一直要加盟 我說真的不要啦 真的很累 詹老闆總是親力親為 頂著大太陽 在烈日下 開始一天的擺攤工作 大鍋大鍋煮著以鳳梨為基底的水果茶 使用真材實料 新鮮熬煮 一鍋至少要熬上兩個多小時 禮拜六我差不多十一點多要到這邊 我先下幾個這個鍋子 這個爐子都要下下來 然後再去載鳳梨 因為一車載不下 然後一點左右我要擺好 他準備好了 他員工兩點就上班了 從小跟著父親工作的雅醇 體會到爸爸長年付出的辛苦 因此與妹妹雅雯 共同幫忙分擔擺攤的工作量 爸爸也很辛苦 就覺得幫忙他分擔一些 他年紀也大了 很難搬一些動物這樣 覺得爸爸養兩個女兒很辛苦 就是跟著他做才發現 其實做吃的都辛苦 真的吃的都很辛苦 我女兒都馬上說 我常常跟女兒講 你不要去餐廳什麼 跟人家說不好吃 那只是不合你的胃口 人家生意那麼好 你跟人家講說不好吃 對啊做吃的很辛苦 都給他們鼓勵 真的 我們水果茶現在 目前好像沒有人這樣做 因為很麻煩 你煮一鍋的話 兩個多小時 有一些人就怕天氣太熱 就不敢早一點來 兩個多小時煮起來的話 那個味道很香很濃 因為遠遠你就聞得到 我們水果茶的味道 甜甜的香氣讓人群 不由自主地走進排隊 煮好的水果茶放進大冰桶裡 準備送到顧客手上 不管是遠道而來客人 或是熟悉的老顧客 都對水果茶讚不絕口 因為它是現場用新鮮水果去熬的嘛 所以我覺得是說 它整個口味就是 比較天然的水果香氣這樣 那喝完之後 它比不好一些果肉 你一樣是可以食用的 這樣是一個不錯的飲料這樣 忙碌了二十幾年的詹老闆 一路上雖然辛苦 但他始終堅持 做出最天然最純正的水果茶 讓這酸甜增味 天上心頭 萬事起頭難啊 要堅持真的 好的東西就要堅持